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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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三良的父亲死了之后 大寇对刘之远十分刻薄 将他们两夫妇驱逐 刘之远不甘受辱 愤移投军 刘之远离家之后 刘之远 李三良生了一个子 为了免受大哥虐待 就托人送给刘之远抚养 十几年之后刘之远易感还乡 她的儿子在途中追赶一只白兔 白兔躲在一个打水的妇人背后 原来这个妇人就是李三良 结果夫妻母子相应 大团圆结局 事实上这个故事完全是虚构 刘之远的妻子虽然真的是姓李 但是根据证史记载 是刘之远替军队木马的时候 路过李家 将他努力 娶他为妻 刘之远虽然是石敬堂的亲信将领 但是他对石敬堂向黑丹人割地借兵 争夺帝位并不赞同 石敬堂称帝之后 任命刘之远做 示威亲军马步君指挥事 但是没多久 调他镇守宋州 叶都 最后以河东哲道士身份镇守太原 由此可知 石敬堂对刘之远并不是完全信任 但是由于刘之远在军队里面渊源深厚 又得到将士拥大 石敬堂不得不对他宽容 石敬堂死了之后 少帝石仲贵和黑丹绝交 刘之远受到少帝重视 不断家观尽着 而刘之远也乘机巩固自己在太原的势力 成为中原北方最有实力的繁镇 他一方面多次击退黑丹人的入侵 另一方面以交涉为理由 多次派人出示黑丹观察黑丹的动静 在太原助官后进和黑丹冲突的发展情况 到了黑丹灭后进之后 刘之远派人去开封攻殼 而且向耶律德光上表清晨 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肯亲自入朝 有一日刘之远召集他手下的将领幕僚 例如苏逢吉、郭威、史宏兆、杨斌等人商量大计 各位将军 昨天王俊由开封回来太原 还带了一些中原的消息回来 凌公 中原的情况怎么样 对啊 怎么样 自从黑丹黑寒攻入开封之后 黑寒他打算留在开封 而且还在开封城举行职位典礼 自称大辽皇帝 召天下凡真入朝进攻 这点大家知道的了 对啊 据王俊回报 黑寒虽然占据开封城 但是河南河北各地的官吏军民 仍然未向黑丹人屈服 而且到处都有人起兵反抗 真的吗 当然 黑丹人虽然勇猛 但是他们到处杀人劫略 听见话 他们劫略百姓的财物 还叫做什么打草局 这样做法令到河南河北的百姓 对他们切齿痛恨 所以到处有人聚重起兵 专门袭击黑丹人 照这样看来 黑丹人不可以再占据忠愉多久 郭将军你说得对 只要他们劫无可劫 那就会知难而退 据王俊回报 河南河北各地虽然未知十失九空 但是到处都残破荒凉 死尸呼骨遍布田野 简直是人间地獄 黑丹人实在太可恨了 郭将军 愤恨是无保于事的 如今最急切的事 就是替令公策划一下 如何可以乘机夺取中原 没错了 素先生就说得对了 黑丹黑寒如果守不住开封 到时就是我们控制中原的机会了 各位 出兵中原还要等待时机 如果不预先布置妥当的 那就会被其他人折捉先登的了 没错 灵官的确高级 各位 本帆认为 黑丹虽然可能退兵 但是黑寒暂时仍然未有退兵的迹象 本帆不妨肤显一下 肤显? 怎么样? 黑寒想赐本帆一只龙头拐掌 已经托王俊带了回来太元 本帆决定接受 而且想表謝恩 替大辽皇帝继续镇守太元 龙头拐掌 是黑丹黑寒想赐给本族元老众臣的大例 凌功接受他的拐掌 难道想减轻黑寒的疑心? 没错 我还可以利用这只拐掌 约束下黑寒派来太元的黑丹人 凌功果然想得周到 如果黑寒宣布退兵 本帆就立刻号召各地繁镇军民 宣布替大俊皇帝报仇 起兵驱逐黑丹 光复东京开封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启品流令宫 开封城又有消息送到 开封又有消息送到? 是 怎样? 在开封附近最重反抗黑丹的军民 已经不断扩大 连宋州和荷阳都已经被二民围攻 看来黑寒就快会退回黑丹本土了 那真是好 而且陕州的赵辉 澳州的黄守恩 晋州的张雁雄 都已经宣布背叛黑丹 照样看来本帆不可以等到黑寒退兵 要立刻宣布抗拒黑丹 为大俊报仇 否则就会落后于人 没错 我们河东镇实力雄厚 其他凡镇一定会归附灵宫 宋先生 在 你立刻替本帆草耳文书 号召天下凡镇反抗黑丹 遵命 各位将士 黑丹黑寒违背盟约 领兵入侵中原 劳略我们大俊天子 毁坏我们大俊宗苗 占据我们大俊宫殿 杀害我们中原百姓 本帆受先帝厚恩 奉旨镇守河东 不可以眼见中原百姓 沦为乞丹奴彼的 所以决定与各位同心合力 驱逐乞丹 光复中原 驱逐乞丹 光复中原 各位 大俊皇帝和碩士的宗族 都已经被乞丹人老劫 送去乞丹国寿府 我们应该推举一位新天子 大家赞不赞胜 赞胜 我们推举西元流令宫 流令宫返帅 神天主返帅 各位 本帆身为碩士范臣 豈敢夺取碩士帝位 不过 今天碩士断绝 本帆只好暂时代理天子之位 为了表明本帆的心迹 为了感激先帝厚恩 本帆继续用先帝天福年号 等碩士后人回朝之后 还正碩士 神天以万岁 好 只要时机一到 本帆就出兵驱逐乞丹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启品陛下 核丹黑汗已经退出开封城 令兵返回本土 只是由国寇萧汉率领少数兵马流手开封 核丹黑汗既然退兵 好 甚至立刻出兵截击 陛下 黑汗既然撤退 陛下出兵截击 岂不是多此一举 白白浪费兵呢 以微神如见 陛下应该趁早出兵光伏落阳开封 陛下控制梁京之后 便可以名正言许 后令中原军民 何必再和核丹兵马九千 是呀 苏先生你说得对 朕立刻出兵落阳 还可以阻止关中的梵阵争夺中原 好 立刻出兵落阳 由皇帝刘崇留守太元 看本陛下 有消息传道 黑丹黑汗在退兵途中 病死震州联城 如今黑丹国内非常云 朕来了洛阳准备光伏开封 就接到黑汗病死的消息 真是天壮可也 国头萧汗 听闻黑汗病死 已经令兵离开开封城了 連萧汗都退兵 那就更加好 想不到不费吹灰之力 开封城就可以落入我刘之远手庄了 啟稟陛下 听说刘在开封城的官员 立了唐宁宗的小子李松 抑作皇帝 豈有此理 太胡闹了 姓李的人早已衰微 今天我刘之远兵强马葬 当然是由我刘之远做中原天子 怎容许姓李的人死灰復燃 蘇先生 在 立刻派人去开封城清洗宫殿 命令全城官民做好准备 迎接浸入城 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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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各位将军 各位恭兄 朕今日能够光伏两京 成为中原天子 是得到皇天庇佑 得到将士拥大 各位 前朝末年 违背天命 朝至黑丹入寇 大河以北 溢水之南 惨受容马摧残 仓宜满目 十失九凶 朕非常联敏 但是朕听见 很多乱民以抗拒黑丹为名 仍然罪众反叛 不肯归附朝廷 还有一两个凡真图谋割据 对于平定天下 大家有什么计策呢 微臣使皇少启品陛下 陛下看天行道 光伏中原 凡是对陛下不忠的人 微臣愿意看陛下逐一刹罪 市将军对朕忠心耿耿 应该加掌 朕任命市将军统领京城禁军 首位京师 凡有奸惑不轨 由市将军你全权处理 微臣遵旨 微臣国威 啟品陛下 市将军所说虽然有道理 奸惑不轨之徒 虽然不能中庸 但是微臣认为 朝廷初立 还是应该对官吏百姓 官容 只是长久之计 宽容 太过宽容 还怎么会有人畏惧朝廷 没错了 朕自军几十年 当然明白 啟品陛下 自国和自军完全不同 郭将军 你都懂得自国吗 你是一言无诈 学人讲自国之道 真是笑话了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微臣杨斌 啟品陛下 微臣认为 智国之道 应该令到苦苦封营 钱粮充足 然后可以令兵马强盛 微臣认为 智国以理财为先 至于文章礼我 实在是多余 杨大人认为 智国以理财为先 安朝廷定和乱 就是需要我史宏肖这种武将 以长枪利剑安定天下 就凭一枝烂毛笔 有什么能力平定天下 史将军 史将军 你太过看小人了 如果没有我这枝烂毛笔 朝廷的开支 史将军你的军娘 又从何而来呀 好了好了 不要再争 自兵理财 朕都需要 大家忠心耿耿为国家效力 一定可以安享富贵的 神灯遵旨 军子 刘之远 趁着乞丹人退出中原 乘机由太原出兵 占据洛阳开封 在开封建立五代第四个朝代 后汉 后汉定都开封之后 中原各地繁镇 还未完全接受后汉的号令 尤其是关中的几个繁镇 都图谋割据 而后晋大将杜仲威 仍然领兵控制河北叶城 几个月之后投降后汉 刘之远虽然在开封清帝 但是他感到自己在河南河北一带的势力 仍然未够巩固 因此他一方面尽力笼络河南河北各地的官员和繁镇 赏赐他们高官厚禄 另一方面又严密控制政权 只是信任一些由太原跟随他去开封的幕僚和将领 军政大权由这些幕僚将领 例如苏逢吉 杨斌、此弘绍、郭威等人掌握 这一帮人除了郭威之外 都是贪婪容俗、横瞒毗漫、毗漫、毗漏 只是顾着个人利益 完全不懂得治国的道理 对百姓指知尽量手挂 指知用压制、诛杀的手段防止百姓反抗 令到中原百姓惶恐不安、人心思乱 在刘之远占据开封之后九个几月 刘之远病死了 由她的儿子刘成佑继位 而刘之远就被后世人称为后汉高祖 中华五千年之刘之远青帝 是由李德能、曾永强、陈炳球、温泉、林友荣等联合播演 现在竟已播放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